李显龙总理在亚西安中国峰会上表示 即使面对冠病疫情 亚西安和中国的关系继续增长 总理也对今天在峰会上启动的 亚西安中国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协商表示欢迎 针对南中国海主权纠纷 总理指出 大部分的全球贸易流动会经过这个水域 南中国海对主权纠纷方和其他国际社群来说都是重要的 我国支持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 以保障各方的权益和利益 李显龙总理也在峰会场边同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 总理公署发言人说 两人重申了心中良好的关系 并讨论了两地各方面的合作 包括数码和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两国领导人也就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课题进行讨论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柬埔寨金边报道 我国过去7天平均每天新增2384起冠病确诊率 每周病例增减率为0.67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281个关病患者住院 28人在加护病房 过去一天没有人因关病逝世 目前本地累计病例213万6658起 中国宣布放宽部分边境防疫管控措施 包括缩短入境旅客和关病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两天 同时也取消了入境航班的熔断机制 是的 那么中国的关病清零政策可能出现拐点 亚洲股市受到提振 猛涨到两年来最高水平 其中香港恒生指数更猛涨了7.7% 中国护生指数也分别上涨了超过1% 中国通报新增10729起感染力 不但首次破万 也在写下半年来新高 其中98%是本土感染力 重灾区广州市占了新病例总数的两成以上 海珠区的广控措施将再延长到这个星期天 广州和重庆多处严格封控 500多万人受影响 首都北京单日新增118起本土